1927年,正在苏黎世的胡帕研究自己小塔罗的卡尔荣格 收到了他远在德国的好友魏里贤寄来的书信 以及他的意志心作 这位老友希望他能够为其写一篇评述 这一年,52岁的荣格经历并分析了他的《利物浦之梦》 而好友的这部作品又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关于精神与意识的全新世界 而魏里贤翻译的便是我们要说的太义金华宗旨 荣格后来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部《金花的秘密》 而《金花的秘密》出版后轰动欧洲 成为畅销书之一,又再版多次 后来也翻译成了多种语言,畅销全世界 毋庸置疑,由魏里贤翻译的太义金华宗旨 使道家修行文化破圈了 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道家修行 以及其中性光的概念 并且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荣格心理学派的构建 我们现在常说的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 都是这一学派产发的 这点上,金华宗旨功不可没 而能有这样的结果呢,与太义金华宗旨容易理解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把其当作入门读本是可以的 但如果认其为单道修行的根本妙法 却是有时偏颇,太义金华宗旨的成书年代以难缺考 道学界普遍认为其流传诸本即是脱名旅足所作 实则为明清以来全真道教龙门派中兴以后内丹修炼的交传心法 而非成于某艺人之首 这一点从其行文风格,潜词造句,引用案例都可明晰 与吕祖其他作品相比也是差异巨大的 那我们也清楚嘛,降丸伏击,阴传阴寿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传法方式 一般都是明天法脉才如此的 真先传人,要不然就是直接视线 要么就是降寿于洞天 而魏理贤当时翻译的是绘本的太义金华宗旨 也就是太义金华宗旨和柳华阳的惠命经的何刊 称为长生术 里面还把柳华阳的惠命经改成了续命方 而明清时期正是五柳派流行的阶段 这里面难免带有很多五柳派的思想 实际上太义金华宗旨前面对于回光 以及性光激发的问数有其可取之处 以之行持也能得到一些基本的验证 但因为对气脉认知不足 也就没有那么高效 得有比较好的天赋才能练出来 这也就导致大部分习练者 很容易陷入到幻觉的认知当中 整体来说 修持方法处于不积层次 作为入门道书很合适 但如果把其当作直通大药成就的高深法门 就偏颇了 而除了回光法和练到日常行持皆有的认知传递 也没有更深层次的讲解了 只是空谈验证 无限拔高回光法的作用 有违且执着 极易陷入自我构建的幻境当中 认诸的幻光 虽然文理也提了无违 但真的就只是提了一提而已 而其中所谓的次第验证也是混乱的 其中说的神入谷中文人说话 如隔离许一一明了 只要在悉心之后 追照心下 自然可得 也就是说 甚至是在筑基之前就能用了 再有其中对精气神三宝的论书 说精水神火一土 精水云河乃先天真一之气 真火即光也 一土即中宫天心也 看似是在解读 仔细一看 不过就是把名字从甲换成了乙 还是不知所云 而且还容易误导 先天就已经是微生微分之境了 是无限可能性的状态 是万物之先 那还哪需要什么光啊 天心啊的去并列呢 实际这就是因为修为不足 无法体悟自然法度之境 对单经内容呢 也没有办法正确的认知 而错将法度感应 意想为入境幻觉 虽然问题也说了不少啊 但太乙金华宗旨的根本问题 还不在这几点 这些尚只是细枝末节 而非根本 那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其根本问题之一是 当公最讲水火调和 说要水火计计 而太乙金华宗旨呢 全篇除性光与回光之外啊 没有任何的水火调和的讲究 这与传道籍 物真偏 玄机指讲 等正统单经 重视水火千功 全然不和 第二是所谓的书鸡 全在二目 所谓凝聚耳光眼光等法门 都为单经所驳斥 属于把有为法当作无为法 把人缘入手的小法 当成了天缘单法 第三呢 是次第不明 把小药当作大药之类的大关口 比如目光腾腾满世洁白 被其称之为虚实生白 而实际上 虚实生白是指神光大定 所谓瞻比确者 指的是心念无浊 断绝内外 根本不会有目光腾腾之类的动向 虚实生白呢 更是指代物我两望 彼此不分 主刻一体的纯粹光明 而不是一种明亮的感觉 这种内外明澈 感觉满世皆白的状态 有些修行人 在小药修行的后期 就会出现了 再有所谓的肉身阴晕 如眠如玉 坐中若留不住 而腾腾上伏 这样是金火二相 修持在子无法度阶段 就能有的状态 当然我真的不管不顾 离体而去 不过只是阴神出离 不过个鬼仙都难 离上升远着呢 第四是佛道混用 太义金华宗旨中 每到解释心性问题的时候 必然引用佛经 甚至用很多佛门修行术语 来套用道家的修行 实际上搞得很多概念混淆 无法自圆其说 表现出很强的自清之后 以佛教名词 强行解释道教术语的无有害特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